人类要生活在群体环境中,要独自生活是很艰难的。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交谈、分享、恩爱、关心和互相帮助。 真正的朋友就是那个了解我们的人,了解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,接受我们已经变为什么样的人,他们站在我们身边共同成长。 朋友们彼此相爱,有共同的兴趣,分享想法和创意,一起做事,互相鼓励和安慰。 普通熟识的朋友很容易找到,但是能分享我们内心深处的朋友却很难找到。 交朋友需要有质量,而不是数量。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有成千上万的朋友,当我们生病并待在床上时,我们的床边会有多少朋友出现。 遇到风暴时,好天气的朋友不会出现在我们身边。 虚假的朋友就像影子,他们会在阳光下跟随我们,但在黑暗中却消失了。 我们生命中的艰难时期将揭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。 社交媒体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,因为真正的朋友需要面对面交流。 但是真正的朋友不是只在好日子的时候聚在一起,而在我们遇到麻烦时他们就会离开。 最好的朋友是我们最喜欢的见面和我们最伤心的再见。 做一个真正的朋友需要诚实、正直、耐心、宽恕和激励人们。 真正的朋友是明白我们优点和弱点的人, 真正的朋友是与我们一同喜乐和忧伤的人。 朋友彼此切磋,培养良好的道德和良好的态度,真正的友谊可以使双方都变得愈好和更好。 我们真的需要在生活中拥有真正的朋友,真正的朋友是合作,而不是竞争。 真正的朋友会花时间在我们身上,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忙。 真正的朋友会看清我们的失败,并对我们的成功感到高兴。 真正的朋友会在我们面前表现出真诚,但在我们的背后也将保持真诚。 真正的朋友是想与我们联系的人,所以距离和时间都没有什么问题。 真正的朋友会在我们背后说我们的好话,并在我们面前指出真相。 真正的朋友就是随时随地,无时无刻,愿意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人。 真正的朋友是接受我们的过去,支持我们的现在,并鼓励我们的未来的人。 真正的朋友是会在我们堕落时扶住我们,如果他们不能扶住我们,他们就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。 真正的朋友是让我们笑得更想,多些微笑,生活得更好的人。 真正的朋友不是让我们的问题消失的人,但当我们遇到问题时,他们不会消失。 真正的朋友是公正的提供建议,随时提供帮助,大胆去冒险,耐心地忍受,勇敢地保卫和长期地守护我们的人。 当我们富裕和有名声的时候,朋友喜欢和我们在一起,这些都是好天气的朋友。 当我们沮丧的时候,朋友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,这些都是真正的好朋友。 有个真正的朋友的新定义,为我们而战,尊重我们,尝想我们,鼓励我们,需要我们,看重我们,支持我们的人。 真正的朋友就像天使在我们身边一直看着我们,并帮助我们。 拥有地上真正的朋友是很幸运,但拥有天上真正的朋友是最幸运。 有一个好消息,耶稣可以成为我们天上真正的朋友。 耶稣为我们而死,赎了我们的罪,所以我们可以回归真神。 耶稣几经复活了,他在天上和地上拥有一切的权柄。 耶稣曾应许我们,他不会离开我们或抛弃我们。 耶稣走在我们前面,也走在我们身后,也走在我们身边,每天都走进我们的内心里。 信任、尊重、忠诚和沟通是良好关系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。 所以我们需要相信他、荣耀他、忠于他并向他祈祷。 好朋友知道我们所有的故事,最好的朋友帮我们写下了我们的故事。 耶稣是真正的朋友,他可以帮助我们重写我们在地上的生活,帮助我们在天上获得永生。